为什么我要选择肯为呢 就是刚才也有讲到 就我们SAM老师真的是 我有听过其他的老师 但是我觉得我更适合 我更倾向于选择SAM老师 因为他是一个逻辑非常清楚 他是一个他讲课 书很杂 但是他逻辑很清楚 然后他就会带着我们 按他的逻辑把这个书 他不是从第一章开始往后讲 他会把重点的先挑出来 然后先教给我们 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慢慢的梳理 然后更多时间练习 然后我们的SAM老师非常的专业 除了SAM老师也有 Michael老师也有教过我 所以就是肯为在选老师的上面 也是下了功夫的 然后就老师非常的有经验 而且他就是每年的考题 老师都会做 所以这么多年的考试动向 老师都知道 就像刚才说的那三本书 ACE啊 那些entry instruction那些书 也都是到最后的时候 老师会把它拿出来学 这也是我们肯为非常 非常重要的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再有就是线上上课呢 就是我们不会受到 旁边的同学的影响 然后我们在上网以后 如果有自己没有听到的 有听不太清 听不太理解的 我们就可以无限的回放 就可以针对每个同学 自己个人的调整 就你可以调整这个视频 然后看你自己 没有听懂的地方 这个就比你在面对面授课那种的 会好一点 虽然有些同学觉得 面对面的话 可能就是充击感更强一点 就是不是这种虚拟的在上课 真实的在上课 但有的时候会被旁边影响啊 或者说老师讲完 如果你要是没有记得很清楚的话 你很不容易就再找老师 再聊那一段 或者说每个同学都找老师聊的话 就真的也没有时间聊 所以就是线上上课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可以回放 无限的回放 根据自己的要求回放 然后再有就是信一下 我们在微信群里面啊 大家都没有说 在聊家常 就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你住在哪里啊 这些都不会聊 因为大家就是一个网友的基础 但是大家聊都聊 在学术上 就是聊这个 清官不懂的事情上面呢 然后相互帮助 然后时间长了以后 大家就会产生一种 像战友一样的这个情谊 就大家都是在问问题 都在回答问题 然后如果要是 大家解决不了的话 然后教育也会在周五来询问 就大家没有解决的问题 然后老师也会 教育也会给老师 老师在周六上课的话 也会亲自来讲解 所以就是不会让我们有问题 就没有人帮我们解答 就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循环 然后整体的我们这个氛围 也都特别的好 就我现在也有好多个 就是我们同期的 我们一起 然后现在还在 一直在 一直在微信上有联系 然后看看大家的动态 然后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然后他们现在是什么个状态 大家也都互通有无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 有意呢 就建立在了我们共同的考试 这个上面 不是吃喝晚乐上面 所以就是跟一般的网友 就有不同不一样的情感 就我也非常的开心 能认识我的同期的 这些战友们 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